阿里剛才也有提過 波子就想問阿里巴巴現在可不可以進入 我想阿里現在進入 我覺得都維持過去說 如果選擇不是不行 但是就是區間玩著上落 我自己覺得你說 是不是一個大方向 有機會向上 還未這麼快 有機會要過熱跡 看行業還需不需要 從股值有什麼調整 或者差點港還需不需要剁股值 連帶來看看展望是如何 而且始終都是要說一句 就是看著政策怎麼走 變相這些因素都未完全那麼明朗 我覺得阿里未必是有條件 即時有很大升的一個情況 所以如果你現在去挑選 或者要考慮玩著區間 但是區間得來 這些位置有點尷尬 因為其實過去這兩個月左右 由去年12月開始 去到這一刻來算 其實這個範圍大概 下面幾次 108、109都是有支持 但是上面大概135左右 又是有阻力 所以都是走著大概20多元的區間 所以我想如果現在122附近 剛剛屬於差不多區間中間 有些尷尬 上下一步一半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考慮 我寧願多等低一點 例如下回119、118樓下這些位置 才做一些短線上落的操作 但是剛才提到 如果你說118這些位置附近 真的上了車的 下面就剩下108、109附近 就是差不多10元做回自洩 一旦跌穿這些位置 到時就可能考慮走一走 這樣做回上落操作 會比較合適一點